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阴影出了角色他是谁 答案进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火影作为一部热血番 自然少不了战斗 而战斗就有损伤 这个时候才能显出医疗忍者的作用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 火影忍者中那些 拥有超强医疗能力的人者 第一个 钢手机 说起忍界的医疗 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钢手了 钢手机不仅仅只是医疗手的名扬忍界 给小队配备医疗忍者 也是他先提出来的 从这点 也可以看出他的眼光和思路 觉得是超前的 钢手除了学习来 或是自己开发出来的医疗忍述外 他的通灵兽 也是可以辅助他进行治疗的 第二位 春野鹰 最为新三人之一的小英 他大部分的医疗能力 包括通灵兽 嘿 阔鱼 都是从钢手那里边继承的 除开主权之类的设定外 小英毕竟还是木野的中流砥柱 而钢手早已经退休不管事了 可能除了一些很少见的疑难杂症外 小英已经在医疗忍受上 全面超越了钢手 但毕竟是老前辈 要知道医疗科研之类的项目 老前辈才是宝库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见了需要钢手出面的事情了 第三个 漩涡名人 其实名人会的并不是医疗人数 他只是开了挂而已 在最终决战时 名人得到六大的阴阳盾能力 其实佐助也有 一个偏阳之力 一个人是偏阴之力 嘿 名人就开始了开启阴阳队的外挂 保住了咱们凯皇的命 还给了卡卡西再生出来一个眼球子 这种能力真的是无邪 要不怎么说名人才是亲儿子呢 这种bug般的医疗能力 足以在人界中傲视群雄 就算是蛇出来了 他敢说能治好卡卡西吗 但是他碰到心脏停止跳动的凯皇时 也只能干看着呀 好了 现在好过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 你们都猜对了吗 你没有用心脏停止跳动的 我应该是好感觉 我应该是好感觉 谢谢观看